这个笑得像天使一般的可爱女孩 有着蔚蓝色的眼眸 她纯洁无瑕 令眼前的男人对她一见钟情 可谁能想到 这样纯洁的小女孩 在日后竟然会成为 正经全程的顶级一级 小百合原本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渔民家庭 父亲因为欠了债 逼不得已 只能将小百合和姐姐卖掉 迹经辗转 小百合连同姐姐 被男人卖到家一级屋 可之后小百合被妈妈三看上 两姐妹不得不分离 而等待姐姐的命运 就只能是被送去更低等的妓院 女老板就像检查牲口一般 对小百合里里外外检查了个遍 小百合年纪虽小 可五官端正 再加上一双蓝宝石般的眼睛 让女老板很是满意 决定将小百合 当作下一代花魁来培养 小百合被带到了阁楼 在这里 她认识了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南瓜 南瓜比小百合早来几年 早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在南瓜的陪伴下 小百合终于鼓起勇气 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这天 难过陪着小百合登上竹梯 外面是连绵不断地爱的瓦屋 小百合内心充满了绝望 但为了找到姐姐 她只能默默忍受这里的一切 可一级屋内有一名叫出逃的遗迹 出逃心高起傲 作为妈妈桑的摇钱树 整座一级屋都等着出逃挣钱吃饭 可当她注意到年纪的小百合时 竟然 也从心底生出一次嫉妒 因为她有预感 小百合总有一天 会成为超越她的遗迹 在妈妈桑南排下 小百合被送去了一级学堂 一级作为男人们心中最完美的存在 美貌只不过是最基本的东西 他们还要求情奇书画样样精通 只有这样 才能彻底复活那群男人的心 这也让出逃心中的危机感更大了 因此出逃处处针对小百合 这天 出逃以小百合姐姐的下落为要险 拿了一件自己死对头斗叶的高档和服 让小百合用毛笔在上面涂鸦 并将其送回去 可不巧的是 小百合还未来得及逃离 却被人发现了 一级的一件和服价值不菲 妈妈桑在小百合狠狠教训了一顿 好的最后出逃信守承诺 将姐姐的下落告诉了她 姐姐被邀到了一家名叫成代的机缘 小百合决定去找姐姐 两人一起逃跑 约定好时间后 小百合回到一级屋设施东西 却不想意外撞见出逃与男客交缠的场景 一级屋早有规定 一级只能卖艺而不能卖身 出当的秘密被撞破后 为了保全自己的颜面 竟然拖着小百合 她的妈妈桑这边 污蔑她偷了钱想逃跑 结果小百合被妈妈桑打得皮开肉绽 小百合也大声喊出了出逃的秘密 最后出逃被罚禁闭 而小百合也错失了逃跑的机会 这个女孩太可怜了 眼睛和姐姐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 女孩在一个雨夜打算翻出围墙 却不想意外坠落 甩成重伤 等女孩再次醒来 姐姐已经带着钱独自逃跑了 潜接着 女孩又收到两块牌位 现在AGU的妈妈桑 成了女孩世上唯一的亲人 给小百合治病花了不少钱 再加上伙食费能杂七杂八的费用 小百合年纪虽小 却以负债累累 小百合因为逃跑事件 被剥夺了学习资格 想要还钱 只能当最卑贱的婢女 这天小百合一个人在桥上发呆 一名西装革里的男人 注意到了小百合眼里的忧伤 中村忍不住住足下来安慰小百合 还送给了她一碗酸甜可苦的鲍兵 作为回报 中村让小百合给她笑一笑 当小百合站露笑脸的时候 这幅画永远定格在了中村脑海里 而中村的善良和温柔 也让小百合对这个不过一面之缘的男子 充满了好感 小百合知道中村是个有钱有势的男人 想要再见到中村 就只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异迹 于是找到了明确目标的小百合 忘记了过去的一切 为了异迹的目标而努力学习 时间一晃 五年过去 小百合更加娇艳动人 可她仍旧是一位身份卑微的婢女 直到一个寒冷的冬日 冬夜来到小百合所在的一集屋 给出高价 想为小百合属身 原来出逃收了南瓜 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培养 作为出逃死对头的豆业 自然也知道小百合和出逃的恩怨情仇 于是便想说小百合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不管怎么说 小百合总算成了梦想迈出了第一步 在豆业的教导下 小百合开始了作为一名异迹的修炼 一名合格的异迹 就像是一件艺术品 它们会营造一个神秘的世界 让一切变得美不胜手 只有这样 才能牢牢拽住男人的心 而不是凭靠现身 去满足男人的低级趣味 到最后 小百合甚至仅凭一个眼神 就能魅惑从他身边经过的男人 很快 到了小百合出自灯台表演的那天 出逃也带着南瓜前来观看 小百合在上面翩翩起舞 出逃却在线嘲讽 小百合的扇子让人眼花缭乱 更是借用小百合之前女仆的身份挖掘他 小百合也不甘示弱 讽刺出逃年老色衰 结果在表演结束后 又被出道狠狠教训了一顿 甚至出道还扬言 要毁掉小百合的一切 为了赚钱 豆月开始带着小百合到处会客 在一个相簿会场 小百合时隔多年 终于见到了自己信心念念的男人 可中村似乎已经忘记了小百合了 而这次小百合的客人 也并非是中村 而是他的好友山俊 两人创办了大阪最大的电器公司 若是能被其中一人看中 其中的好处 自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 为了彻底打出名声 豆月先是为小百合 安排了一场惊世骇俗的表演 所有人都沉浸在小百合的美丽之下 而豆月这次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将小百合的首次接待 派出天价 男爵转入这名女孩的房间 为上次新层的演出彻底折服的他 迫不及待地解开了女孩的腰带 女孩惊慌失措 恳请男爵放过他 可柔弱的女孩根本无法反抗 男爵终于见到 那隐藏在和服之前的傲人身材 满足了欲望的男爵 这才竟然离去 可很快 豆月就听说了这件事 近拍的日子就快到了 如今居出了这样的丑闻 豆月火冒三丈 尽管小百合说他们什么也没做 可说出去又有谁信呢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算是被人咬过一口的桃子 依旧派出了一级物 有史以来最高的成交价 这个结果 让妈妈桑明白了小百合的价值 他决定要是小百合当干女儿 并将一级物传给他 听到这个消息 初涛立马坐不住了 因为他们早就事先说好 一级物的继承人 要由南瓜来担任 可初涛人老色衰 狠狠的威胁 在妈妈桑眼里是那么可笑 小百合注定是要成为传奇异器的人 足以带给妈妈桑更大的利益 初涛恼羞成怒 他闯入小百合的房间 向小百合堵物似人的手帕烧毁 两个牛人当即牛打在一起 慌乱中 鲁灯不胜打翻 点燃了整座一级物 意识到闯了大火的初涛 索性添了一把火 调天为尘 初涛落魄地逃离了一级物 而这就是当青春逝去后 一级的真实写照 不久后 日本二战战败 经济衰退 给一级行业带来了强烈冲击 好在在中村的帮助下 小百合在工厂得到一份工作 可好景不长 没多久 申俊就找到小百合 说中村恒代开办的工厂被查封了 不过眼下 有一个得到美军官贷款的机会 申俊祈求小百合能够跟着一起去 希望小百合能用他的一级魅力 增加贷款的成功率 小百合现实找到了豆叶 借到了一件和服 此后又想成为一名封城女子的南瓜 请教 如何讨外国男人欢心 南瓜似乎并没有为当初的事情责怪小百合 向自己的技巧轻能相受 果然如事先料想的那般 美军官见到小百合的第一眼 却不小百合深深信 面对军官的求爱 小百合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可万万想不到 申俊也喜欢小百合 因此也对小百合大胆表白 可小百合一心观念中村 为了不让申俊和中村的关系变得尴尬 小百合只能答应和军官约会 并让南瓜震惊去将申俊喊来 只要申俊撞破他和军官的事 向来对一记不耻的申俊 就能放弃他了 可小百合万万想不到 南瓜最后带来的人不是申俊 而是中村 原来南瓜一直对当年的事怀恨在心 虽然小百合打破他的美梦 他也要以同样的方式报复小百合 看到中村失望离去的模样 小百合悲痛欲绝 从此小百合封闭了自己的内心 彻底多了为民 为了生存而出卖自己的意气 可直到这天 小百合接到了一个特别的客人 但小百合赶到才得知 他人竟然是中村 原来他们初次见面的那天 中村就已经认出小百合了 如果不是中村的帮助 豆瘾也根本不会帮小百合赎身 迟可惜 中村欠申俊一条命 看出申俊眼里对小百合的喜欢 中村这才一致没有和小百合相认 时过境迁 直到申俊过世 中村才鼓起勇气来找小百合 命运辗转起伏 终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赏好